那我講完了ECFA的部分 我要講的其實還包含了 昨天在立法院的這個場景 就要請教陽明哥了 因為當侯孟凱問到了我們的新的行政院長 卓中泰的時候 講到台灣的能源配比 那到底對於核能的部分該如何來處理 可是卓中泰就說呢 到底要不要來提政院版的核電延後修法 卓中泰也坦言目前是沒有規劃的 換句話說 雖然他們也很知道核能的必要性 而且馬上可能就要面臨 有機會缺電的情形 還是要跟藍營硬剛 跟藍營僵持不下 那但是藍營這一次 似乎也沒有要提 雙方就看是誰忍不下去嗎 就我了解是這個 國民黨有一些個別委員已經提案了 但是呢目前 這個東西如果黨團不強推 那他在立法院也不會過 所以你說像現在 行政部門 他在核能這個議題上面有沒有鬆口 有一些官員 在前幾天陸續接受一些媒體的訪問 或是說跟媒體查序怎麼樣的時候 漏了一些口風 比如說 我們的經濟部長郭志輝他說 可能在2026 2027可以 等到核三場除疫之後可以做所謂的 備源電力 他講了一些這個其實 備源就是你要讓他重啟嘛 對 好再來 這個像那個 國發會的主委叫劉敬青 他說他 他不認為就是說對核電繼續研議什麼他事詞比較開放 他說如果民眾民意支持就可以來這個研議 那就我了解喔 其實後來突然有一個重要的一個轉折喔 就是有一些這種所謂的產業界來的 到內閣團隊服務的官員 他們對核能本來就沒有這麼的反彈 為什麼因為他們不是民進黨的 所謂的神主牌系列 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反核 然後反中反什麼的 這些的神主牌 台獨他們的神主牌 所以他們對這個議題上面 他們沒有那麼強意識形態的反對 可是就在他們這幾個官員接受一些媒體訪問之後 有一位啊 新潮流的大佬 他在臉書就寫了一篇 他就引了一封這個股師 他的意思說我們該是跟民進黨分手的時候 他這位大佬 他是曾經是總統府國際的顧問 他那他為什麼 而且他是陳菊非常信任的大佬 所以當他講了這段話之後 後來我就發現 所有民進黨的官員全部在 非核家園這塊全部都回來了 都我們會堅持非核家園 通通都 然後你就發現他們經濟部長這些 他的講話就越來越保守 最近你會發現他們突然轉成保守了 所以 包括卓榮泰到各黨團去溝通都說 沒有缺電只有跳電 對講到卓榮泰的這個說法 在他去拜會了 民眾黨團的時候 那當然張奇凱也有問到供電的隱憂 那時候呢卓榮泰他就強調說 權力發展綠能是一種途徑 非核家園也是一種價值 還說如果本身失去價值的話 生命就會失去意義 那他強調當前 家裡停電的絕大多數的狀況就是跳電 那到現在還沒有發生缺電後的大斷電 政府也會保證不會這樣做 所以好像又修正回來了 對沒有錯 他們現在就是被這個所謂的神主牌系列 這些大佬 把這個繩子又綁緊 所以本來有一些對核能核電 我只能說現在幸好 童子賢沒有接這個隔魁啦 如果童子賢接隔魁 他要做這些事情 被這些所謂的神主牌系列 綁架的話 那樣可能第二個唐飛就出現 那個要搬走的石頭 恐怕就是童子賢先生 那現在當然因為卓榮泰他自己 他身為民進黨內的大師兄 他非常清楚 民進黨的整個價值何在 所以在這一塊他不可能去 我拋棄了我民進黨的神主牌 去擁抱核能 現在這個階段他們做不到 但是呢 等到什麼階段的時候 他們有可能會 改變了 那個叫不見棺材不掉淚 就是 我們有一首老歌 跳跳跳給他一送 跳跳跳給他用 跳跳跳給他去笑 跳跳跳給他弄不掉 你不可能全部唱完吧 就如果跳電 跳電跳到 這是老歌 LA voice 這是LA voice 你聽過嗎 我聽過這個 那個歌手的名字 不要假 連我都聽過 你耍在那邊 沒有 我記得是1993 94年 應該是Trump 1993 不要討論這種話 那總之呢 就是如果跳電跳到大家 動不掉 不去笑 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 還有可能 不起用核電嗎 還有可能嗎 所以民怨才是真正的關鍵 這個民進黨 我跟你講 民進黨什麼都 什麼都是假的啦 講這些價值什麼都假的 選舉選擇上最重要 選舉選擇上最重要 他們講人權 結果監控 集會遊戲 他們講這個什麼民主 結果呢 他們什麼都是用碾壓的 過去八年 他們在立法院怎麼碾壓 所以 今天你講到 民進黨 他們是非常聰明的 可是現階段 我總不能 現在大家 你看大家用得很爽啊 這個 我們現在電明明就夠用啊 而且雲爆都 賺得盆滿撥滿啊 我們為什麼需要 這個重啟核電 對不對 等到我們的綠能產業 繼續發展啊 怎麼樣 當然關鍵就是 如果等到 真的民生用電 出了狀況的時候 他才會考慮 用這個所謂的核電 到時候他就會告訴民眾 不得已啊 我們就是得要 重啟啊 拜託你們這些神主牌 你們這些意識形態幫了 我們這個政權要丟了 你能夠接受嗎 過去 大家還記不記得 同婚的議題 民進黨 過去那個長老教會系統 非常反對 對啊 非常反對 但是2018大敗 蘇貞昌把這個同婚拿來當第一個 把年輕人找回來 他們教會系統有反對嗎 就不會反對 維繫政權是他們 拋棄所有神主牌 最重要的價值 他們的唯一的價值就是 我要維繫政權 所以 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他說現在國民黨為什麼不能打 因為國民黨現在沒有那個叫 生死存狂的覺悟 可是民進黨每一場 都要當做他們的事 因為他們會覺得如果有一天 他們下野了 他們就可能回不來了 所以他們每一場都要往死裡打 他們會有這種覺悟 所以每一個黨的公職 這個政治人物 比如說王毅川出包了 趕快封口 不能講的就不要講 只要配合黨的 比如說你就算 今天退選 之後還有幾百萬的 年薪的 讀董可以當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只要今天 執政 大家都有秉分的狀況下 民進黨就會 不斷的茁壯前進 而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以前 就算今天你出包 拍攝你就丟掉 就丟進垃圾桶 不會有人理你 你要靠自己 你問蔡政委員 黨有幫他安排什麼位置嗎 在看守所 被羈押 放了一個位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 最大的差別就在這邊 所以現在民進黨為了要 只要他今天 碰到執政危機的時候 才是他們會鬆口 接受核電的時候 而這個時間點 不遠啦 明年5月 明年5月 核三產二號機除役之後 明年的夏天 就有可能有態度的轉變 我們等著看 反正 這個 大家都不要急 我跟你講在野黨都不用急 不用急著幫他們關心 不用急著他說 你能源要怎麼樣 我們自然而然 當 今天能源碰到出現缺口 當我們需要發展AI產業 當我們需要更多的能力 穩定的能源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自然而然 就會背離他們的 創感價值 就會把反核這個神主牌 丟到一邊 因為他們要的是選票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 醫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醫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 專利認證菌株 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 肝癢養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 醫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請按摩 請按摩 請按摩